詞曲 李宗盛 從五歲開始滑到現在 快將近十五年了 首先是國內大滿冠 因為在國內所有的賽事的冠軍 我都曾經走過 我作為中國花花冰女單的 林軍人馬 現在站到這個位置 但是我覺得 還要繼續保持 還要付出一定努力 我是中國花花冰李子軍 李子軍 1996年12月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 中國花樣滑冰運動員 2009年開始 在國內賽場佔露頭角 短短幾年間 他將全國青年賽冠軍 冠軍賽冠軍 錦標賽冠軍 都用會冠軍 加冕於一身 成為了國內比賽的大滿冠選手 一開始看見他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特別聰明的孩子 我跟他比的話 我不是那麼全面 他比較全面發展 按他這個技術能力 技術水平 他是絕對是 別人沒有跟他能比美的 一位17歲的小朋友李子軍 有請 有請 2014年李子軍參加 湖南衛視天天向上節目錄製 迅速成為眾多花花迷心目中的偶像 轉圈呢就是 可以在陸地上轉兩圈 你能轉幾圈 半圈 走 接下來您欣賞的難度係數0.0 這個是多少圈 一圈 才一圈 小五 小五兩圈 來自韓國的選手斯米達 現在我們為他表現的是 空中轉圈 接下來看你專業的兩圈 哇 是有三圈了吧 而且他沒有跳很糟耶 完全就是 伴隨著知名度的提升 花花小蘿莉的一舉一動 背受大眾瞩目 然而爭議也分製他來 Coppelia 大眾妖精 川普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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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2014年吧 可能状态就已经直下往下下降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长身高 然后换教练呢 心理状态 身体状态都很差 就是一直在不断地长个 长体重 比如说就像平时不摔的动作 他也会摔 成功力就会向低 就这样市井赛上的市场发挥 最终让他排名末尾 但另一些好事的网友挑刺的是 李子军在参加市井赛期间 大秀自拍和美食的照片 已经微博传出后 马上招来各种指责 称其不好好训练 玩心太重 李子军最终默默删除了之前所有的微博 有一部分人说你好 也有一部分人说你不好 当时我就是比较极端 因为当时还小 没处理过这些事情 你觉得比如说我成天发微博 说我出去玩 然后不训练 实际上他们没有机会出去玩 然后比赛之前会很紧张 比如今天比赛玩 第二天他们就会返程了 所以其实作为专业运动员 有些可能像外界他不太了解 今天对于李子军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 因为2016年新一轮的花华备战即将拉下 他训练精神特别集中 因为冬运会是国内的最大赛事四年一届 所以运动员本身都非常重视这种比赛 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将于2016年在新疆举行 这是国内最高水平的冬季比赛项目 对于正处战绩第一股气的李子军来说 目前他正需一场这样的大赛来证明自己 可能因为这一路走得太顺利了吧 然后因为从小的时候也没遇到过什么太大的坎坷 然后我觉得可能那一年对自己心里打击都挺大的 然后因为以前成绩都很好 然后突然那一年成绩状态就是下降 可能心里会很焦虑吧 前面速度你没利用起来 下来就来着急上去还是这样 你感觉呢你先得利用它 你先得利用它的速度 完了之后把那节奏点拖断一点 你现在跳得痛吗 没事 拉紧漂亮 我是从2014年8月份开始接手 前阴的教练已经合同到期了 所以最后拼我去来完成这项的应用 当我接手的那个时候 从身体情况下包括死讲啊 我这是最低谷的 对于教练高海军而言 接手正处低谷期的李子军 这让他当时倍感压力 就是一个苗 就是一个苗 成果也是反正你在水平先走越低谷一些 特别是举念 对于这个十三冬 跟其他教练不一样 他不是那么严厉 然后也不是那么苛刻的那种教练 提起来迅速抓住吧 好的 凭现在到今天 我接手现在整整一年零两个多月 到现在这些年是最高峰了 花样滑冰属技巧与艺术性 相结合的冰上运动项目 在音乐伴奏下 运动员需在冰面上 划出各种图案 表演各种技巧和舞蹈动作 裁判员则根据动作评分 依次决定名次 后外点兵 三周连三周跳 困难度系数大 在比赛中分值较高 因此这也成了子军 每天的必修动作 连三的能力 原先不行 连三差周数 现在不足夺地 在复习这些东西 在不断地改进它这些东西 每天训练的那个东西 然后就是计一下它的成功率 然后按照裁判的那种方式计 我觉得我这么多年 是挺用心的 比如裁判打分 我觉得它跳得挺好的 一台架子 我也跳得特别好的架 如果非常好的 就加三 像这种翻身的 就需要减 如果要是手扶平 我就可以加 从小到大 完完全全都是我妈妈 一个人把我带去 滑冰每天都陪着我 一直到现在 虽然说有的时候 挺磨叽 然后也挺严 自从子军 走向职业花华道路后 妈妈李春燕 就辞掉了教师的工作 成为了一名陪练妈妈 从我出生开始 我就没见到她的老爸 我爸是属于 勿托工作者 是属于 赚钱养家 洗衣服做饭的 最好的爱是陪伴 陪伴她一起长大 然后一起成长 见证她每一个成长的瞬间 因为比较大的 就不像小孩的时候 需要教练一直看着你练 然后长大以后 其实也一样吧 但是比如说状态不好 或者今天练得不好 可能心情一整天可能都不是那么愉快吧 都这么不枯燥 就是两点一线下就说 在北京的话就会上食堂 三点一线 其实我们运动员真的特别不容易 还有一点有事 我放在这儿 然后收 我收了之后 你可以吃 二 不 不可以 不行 一 二 三 四 五 吃吧 五 一 五 吃吧 五 你看我收了什么都没了 根本不听 过来买奖 来 过来 对 收了什么都没有 我少了 这就够听不过 这些都是 这些基本都是全国比赛的奖牌 每一年 一年一块 这个奖牌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会的时候得的奖牌 这个算是最深刻的吧 这是我学华文华文以后得的第一个金牌 第一名 那你特想拿到的奖牌是什么样的 市井赛和温慧的奖牌吧 这个颜色的 正如这一个个金灿灿的奖牌背后 隐藏着李子军十多年职业生涯的苦和泪 然而对于子军父母来说 当初他们并没有想过让女儿学习滑冰 当时没想过让他从事这个运动 因为我同事的女儿 然后学习滑冰 然后他们家正好赶上放他女儿比赛的视频 然后后来他就自己跑出来 他就说妈妈我也想学姐姐滑冰 因为小的时候我妈总管我 然后经常24小时盯着我 然后我觉得可能学了这个项目以后 我在冰场里面他根本抓不着我 年幼的李子军也许并不知道 这个小冲动将决定他未来的人生道路 但是没觉得冠军是怎么样 都觉得特开心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他那么小的时候 第一次参加比赛吧 然后他还挺淡定我觉得 2008年李子军与另外两个女孩被国家队选中 送往美国跟随李明珠教练进行为期一年的训练 经过一年的专业训练 回国后的李子军开始在国内比赛中大放异彩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拿到全国上年做冠军 第二年就青年做冠军 后来从10年开始基本上是全国冠军 然而走过花季的他也开始经历成长的烦恼 2013年由于身高和体重经明显增长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动作的美感和技术的发挥 2014年首次参加冬奥会的他 更是明显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对我来说更大的打击是从比赛成绩上和训练的状态上来决定 其中有一年的时候就13年到14年 就是体重很难控制 为了能迅速降低体重 教练采取了一个迫不得已的办法 结实 其实我觉得吃对我来说还不是最残酷的 我觉得可能是喝水方面吧 因为那个时候教练不让喝水 因为水虽然说不会长胖 但是它很沉嘛 我想我为他做个榜样 我就下定决心跟他一起减肥 只要他晚上不吃饭我也不吃饭 去年在家我们每天的饭也挺简单的 因为他那个固体重 对啊 要正常人看他就很瘦 但是作为运动员我们就要保持 胖了之后对他的这个体能消耗的重大 我爸是属于幕后工作者 他就经常是在我特别难过的时候 或者特别累的时候 他经常在问我 如果实在累了的话 咱们别练了就回家吧 就爸爸养你他怎么那么熟 但是我觉得既然我选择这个项目 而且已经坚持这么多年 我觉得不应该轻易说放弃 加油 位 带住 哇 超级的 我一般很少来的时候 当晚他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 我几个都来 包括他比赛的时候 另一个我感觉这个演示员 当时的那个 当他状态不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孩子 我感觉我是特别不自信的 望着专心训练的女儿 平时很少来冰场的礼爸爸 对于吃不饱这个问题上 做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全场的人是有滑达香 长跑3000米的 水量非常大 其实这就是我昨天我就说到了 吃不吃 吃多少 如果空体重 如果要吃饭 然后你还得有体能 其实它增长点体重没关系 世界关系奥运关系 谁都想拿到 不是你下了多少工作 吃了多少苦 就能拿得到 应该说是天时必须 人和各个方面吧 应该就有很多很多 因素的过程 一般训练的时候 我爸爸很想去看 因为他觉得我训练太苦了 可能因为第二天我要走了 然后就默默地给我加油吧 明天即将启程前往新疆参加冬运会 训练结束后 四军决定去看望下儿时的华丁教练 哈喽 六天一 我在家还剩两天了 咱们不是一起走吗 对啊 早上几点 因为也确实挺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但是我们经常也会 用微信啊 口机啊 联系 就是希望他能够 放开一些正常发挥吧 因为他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国内的其他选手 挺厉害啊 再来一个 你觉得漂亮吗 你自己看吗 你觉得漂亮吗 那你觉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你觉得这样好看 还是你刚才那样做好看 试镜玩夹 试镜夹 有很多问题 嗯 我勾手的时候老边那样 我脸红没有红 怎么说呢 你既然起跳的时候 是不是会这样跳 那你起的时候 你就试着把这点边往这点 然后你带的时候是往上带的 对 我没有人说能 能去说一个人没有得成 我没有人说能去说一个人没有得成 进步的体验 我觉得 他有主席的风格 就可以好好出来 请常春智代表队 李子军同唱 对我来说 没有说把自己 当成明星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最需要做的 可能是提高 自己专业的成绩 然后把自己做得更优秀 然后我觉得 大家会更好 眼看比赛日慢慢临近 为了跟女儿加油打气 今晚母亲 想给军军一个意外的惊喜 她不像一般的女孩 特别爱美 喜欢买漂亮衣服 或者她 你都不知道 我们家的一个 带牌子的衣服 老多她都不穿 不然我就看这样 我看她就是喜欢吃 让我找一个好一点的进口超市 给她买点好吃的 我估计她肯定特惊喜 草莓的 还有什么呢 哪个最好吃吧 销量最好 她非常开心 她特别喜欢吃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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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带用 用抱一下就行了 是的 祝你这次取得好成绩 奖励你一下 你最喜欢吃的 太假了 是不是 过生日都没奖励我 过生日你随便啊 过生日给你奖励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尽久归球 请长春市代表队 林姐亲舞唱 则华曲目 大艺术家 随着最后一个音乐旋律的终止 李子军完美收官 最终以总分121.56分摘得冠军 那时候我只是想去抱抱他 拥抱他一下 真的很骄傲 我觉得就是你平时吃的再多的苦 或者你付出再多 那一刻都觉得特别值得 第一名李子军长春市代表会 我觉得对我来说 可能这次比赛男冠军不是最重要的目的 可能突破自己心里的一道战略了 我的梦想希望到最后的时候能够取得好成果 争取能够达到中国女单一直在好成果 感谢那么多年从小到大妈妈一直陪伴着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青春期遭遇职业低谱 新赛季该如何应战